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道家庭版的黄焖鸡 鸡肉鲜嫩多汁 土豆无敌软弱 色香味俱全 连汤汁都很下饭 首先准备一下材料 土豆去皮切块 香菇切厚片 蒜拍碎 鸡块冲洗干净 电火锅开大火 倒油 放入姜蒜和干辣椒 爆炒出香味 放入鸡块翻炒至变色 放入土豆块和香菇翻炒一分钟 倒入蚝油和生抽 翻炒均匀后倒入水 焖煮10分钟 打开锅盖 放入冰糖 继续焖煮10分钟 关火盛盘即可享用 炒均匀